《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星期的Cultural Club文化所 我是所長Ebby 我是Shera 你好 我們最近過了很多星期三個嘉賓 三個嘉賓六個星期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開始有點累了 那麼快就累吧 我們是長壽節目 對 嘉賓每個人都… 太猛了嗎? 7月未到就太猛了 我覺得很累 可否有些可以冷靜一點 休息一下 輕鬆一下 雖然我們的內容是不變的 也不是輕鬆的 但我想今天都可以應付你的要求 是啊 我們今天是找出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大家是朋友 我們認識了都經常了 經常了 今天下午六點開始認識 是Ticket 不是Ticket 是Thickers 但沒有Tickers Tickers 是的 然後是HELLO 我是Fickers 賽事後 經常有人叫錯名字 即是叫過Ticket Ticket Fickers 總之很容易叫錯 是啊 有點難 有點難記 為何會有這個名字呢 這個是很… 第一個問題 白癡的問題 因為他真是新式的一個嘉賓 是的 真是新式的 終於都不用再做那個動作 而告訴大家他有那個人 為何要做那個動作 所有人都是因為那個台而來的 我沒有解釋那個給你聽 算了 算了 大家看開會知道 但是你是新式的 好 為何會叫 是因為中四時有個同學口癢 你自豪嘛 自豪就是最後 最後就是Fickers 就是這樣叫你 但又不是Tickers 那麼長的嗎 你的規模是怎樣的 為何用Tickers 甚麼Tickers Tickers 我們今天太輕鬆了 我們要收緊一點 其實為何會找到Fickers上來呢 就是我們知道有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沒錯 不是活動是組織 一個組織 是否這樣認為 其實都沒有甚麼組織 可以 沒有甚麼組織的一個組織 很輕鬆的組織 就是草原地圖 就是有一個 在網上發起一個群組 是的 3月28號還記得 是的 那一天 下午吃飯的時候 其實開了一個Facebook網站 以及在Google開了一個圈圈 然後就邀請 就是邀請人 就說 你有沒有身邊有些草地 是你自己玩開 而我們可以自由活動的 然後就這樣開始 很短時間內 有很多人加入 現在也有七千六百多個人 都算是組織來說 都算是幾多人 是的 我們這個文化所有組織都不知道有幾多人 不好意思 可能會有三十個呢 可能很快 是嗎 希望 應該是PATREC 是PATREC 我們是PATREC 因為睡覺可以被人當是露宿 我覺得整件事很荒謬 但又好笑 但那時又沒有刻意要做些甚麼 或者怎樣去回應這件事 直到第二天起床上班 然後見到一間地產公司的廣告 他見到很多物質的地產資料 你也知道是哪一種 然後就覺得有很多資料 那些資料好像很有 突然覺得那些資料很有力量 然後就想想不如 不如搞一個地圖 然後被人貼了這些資料 然後讓人知道有些地方 有些公園是可以自由地讓我們玩 但有些公園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可以做 那件事又不可以做的時候 我們便可以問問 究竟為何會有這些規例呢 就是這樣開始的 還有也想看看 究竟其實香港有多少人是在草地活動的 他們會做些甚麼的 說到這裏我們有一張照片看著 先看著第一張照片 因為你們搞了第一張 你們搞了一次活動 是嗎 是第一次 這個是上個月尾 在油麻地 這個京士帕公園 是 是 好 那天有20個人去了 天氣很好 其實參加者也挺可憐 因為我們說到那個位置 其實位置真的很方便 在地鐵站附近 但是那條樓梯很斜 就有八多級 八多級 未有二百 每個人上去都很辛苦 但是上去之後 那個景色就很漂亮 即是有五千里目 因為其實是城市裏面 包圍住的一個 一個草地 一個綠洲 也可以是 那個感覺很特別 因為它零細細有些樹 是擋住了你外面 即是廣外醫院 或者另外旺角那些樓 那個氣氛是很好 即是不是很像香港 是啊 不是很像香港 你說過這一下 不是很像香港 我真的要介紹我那個 我呢 都是你忠實的 那些叫甚麼 Pageman 即 甚麼叫Pageman 我是很早期 我想你第一天 我已經加入了你這個群組 因為如果有 關心你的朋友 關心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 我去年還不在香港 但是我未回來香港之前 我其實真的有試過 在網上 post 究竟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香港哪裏有一個 可以給我霹靂 可以給我滾草地 可以給我玩的草地 即的地方 是沒有人可以回答我的 即可能只有兩個 你去香港對面海那個 什麼 蘇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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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了 是 有沒有一些方便 我去 剛才那個 叫甚麼 九龍 九龍仔 九龍仔 我忘了 總之說了幾個 都不太遷就腳 我真的很想去Pageman 剛好見到你的草原地圖 我立刻第一時間見到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竟然告訴我 在東涌 東涌反而近你 東涌反而是遷就腳 所以我在那一天之後 立刻 第二天是星期六 我就約了我的朋友 去那裡 好了 我們馬上去看看那些活力的照片 青春慾照 慢著 停一停這裡 大家是沒有辦法 猜到這裡是香港 我當日就是看了一個 差不多類似這樣的照片 我就被吸引了過去 最後我做甚麼呢 當然是跳起來 我真的不能夠自控地彈起來 那個地方真的很漂亮 那個地方是 我去到 你繼續去看 有這麼多的棕櫚樹 我沒有辦法相信自己原來在香港 對著一個是大海 那個是海 躺在那裡 我滾了很久 我整個下午就融在那個地方 其實又很特別的 那個地方沒有甚麼人 是沒有人的 我可以這麼說 是沒有人的 星期六也沒有人 夠了 我們留待一會再看看 那個地方沒有人的 我看到有些人踩單車經過 但他們是不會走到草地的 可能是很奉公手法的人 看到草地就知道 不能去 不能去 但我真的不管了 我真的滾了幾萬下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原來在東涌一個近機場的地方 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是從來沒有人去的 或者是從來有人去都不會踩上去的 好像有一種魔力 快點走開 快點走開 因為我覺得懷疑 跟我們小時候讀書 是 Don't step on the grass 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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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刻了下去 洗爐的作用 就是這樣 你看到很漂亮的草地 你是不敢 對 覺得不屬於我 要壓抑了那個欲望 對 怕破壞了它 小時候的人就是這樣教你 有人真的跟我說 為什麼你要去坐下去 那些草地會坐死它 我說怎麼會坐死它 大佬 就是 草地放在那裡是做什麼的 就是 讓你坐 踩 走走走走 舒服一下 那實在有些草地 是不讓人坐的 就是私人 或者他們種得很漂亮 他們只是放眼看的 就是想升官方式 這個也是很香港的一個現象 那不然黏在廚紙在家裡 就是看 為什麼要去坐 但是其實你搞這個活動 都有一陣子 你覺得多不多這種訴求呢 就是 對於草地的慾望 草地的慾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就是我搞這個項目之前 搞這個項目之前 我猜這個慾望其實不是很高 誰知道原來也挺大的 很大的 猜不到 還有 其實可能有些事情 是我們不提起的 大家其實沒有這個慾望 也不一定的 就是 平時我們不認識這些事情 或者我們不踩進去 其實我們都不會感受到 那個好處在哪裡 所以 我覺得分分鐘搞完這個項目之後 大家的慾望是更大的 對於草地的 可能也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 你經常都說 那些事情不知為什麼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就是不知為什麼 會覺得是不準 或者有很多事 是 是 不如說兩個來聽聽 很荒謬 我告訴你 例如 在草地上 不可以 玩球類活動 或者 剛才也說過 草地上不可以睡覺 睡著 睡著 睡著就行 你坐著就行 真的不知為什麼 是 坐著就行 我坐著就睡著了 行不行 不行 你不能夠 閉上眼睛 又或者有些是草地上 不可以飲食 是 是否真的很累 我坐著喝水也不行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些規定 很離奇 這個規定令我們要問一問 究竟我們是公共空間的問題 嗯 嗯 究竟我們做 有什麼屬於我們是可以做的呢 還有你可不可以放開 讓我們去做我們想做的事呢 是一個 大家都屬於大家的地方 嗯 是的 你自己覺得會不會香港在這個問題上 嗯 你有什麼看法呢 會不會是 就是 有些東西是 鎖得很緊 或者有些觀念上面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管得很多 有些是管得多到是有些多餘 就是例如你 你說到是一個公園 其實你公園的主要用途是做什麼 其實是被人休息的 被人休息的 被人休息的地方 那你其實你平時上班 或者上學 其實你本身已經有很多規矩 很多局限 你回到家 你可能對著四面牆都已經很 可能都很壓迫的 你自己香港的空間 那 去到公園 還是有人告訴你 你可以坐 不可以睡 你可以做這樣 不可以做那樣 你跑步只能夠一個方向 不能夠去另外一個方向 那 那為甚麼 其實他這樣管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或者對政府來說 或者對任何派對人來說 究竟管了什麼好處 或者他當初設計這些法律的時候 例如 最經典就是我們說不准踩草地 那為甚麼當初要設計這些法律呢 是否幾十年前其實有解釋過 我們是不可以踩草地 是因為人們很喜歡破壞 喜歡挖泥出來的 我假設是這樣 可能不對的 但是 會不會其實現在我們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都不會這樣去破壞 那為甚麼還要有這樣的法律 你之前不是說寫過信 還是你們 還是誰問過 其實是沒有人 之前是看蘋果一部 有個記者 他做了一個草地的專題 他就寫了信去問 其實是否真的不能睡 原來是說不是 其實是可以自由活動 草地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究竟是有規矩 即是有規矩管我們不可以用 還是其實是沒有規矩 只不過我們 甚至是一些執法的人員 他們都習慣了 不可以做這樣 不可以做那樣 其實真的 香港是很荒謬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 即是在外國 你又說回外國的經驗 就是他真的完全不理 你在公眾地方 他飲得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總之你不要搞到其他人 你喜歡跳也好 睡也好 滾也好 捲自己也好 為甚麼他還要管你 即是沒有原因 但香港就真的 剛才你說 考步向同一個方向那個 就是維園 那裏的人是很荒謬 大家晚上如果走進去 看他的牌 嚇死你 那裏是哪裏 為甚麼他當我們 好像一個沒有思想 沒有這裏的人 這樣去看待 你會覺得 如果放大件事來看 你會覺得 喂 給我們一些信心 給我們 那些香港人 可以嗎 為甚麼 你會覺得我們 要毀壞你的地方 是的 假設就是 你會破壞的 你是破壞者 所以就要設定規矩 是的 但也是很可喜 你們都發現了 很多草地是可以玩的 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看過一張照片 我們繼續看看 可以 即是在這裏玩的 應該是在做甚麼 在做甚麼 玩數字球 是的 數字球 可以繼續看 其實這裏就是 你剛才所說的 京視派那裏 京視派公園 是的 但那個沒有甚麼管理可言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 它旁邊是一個天文台 這塊草地是 這塊草地是 很開心 這塊草地是多 草地是在那裏睡 我不知道有甚麼原因 會有這塊草地 但是 這簡直是 那些 店的造型照 是的 就是外樣的 大家就是用來睡 睡草地其實是很舒服的 可以 草原地可以有婚紗譜 可以用來拍婚紗譜 那就算了 沒有 真的有婚紗譜 我看到的 是的 我都說一定是 你們的景色很重要 你去到這個問題 我們突然想 為甚麼人生最重要的時刻 都是要找一個草地 因為我們平時都是沒有的 很慘 也不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不會有穿 我們不會有穿 現在其實是找到幾個 這些 我們風格上 整理了的119個 應該不止的 那你們活動就做了一次 是的 如果我們走運 那麼多個 每個月做一次活動 我想都要10年 所以其實都很出乎意料 原來香港有很多草地 那 平時我們 跟我們平時香港的印象很不同 就是香港就是石森林 很多大廈 原來那些蚊之間 是有這樣的東西 蚊也不是蚊 不是蚊 為甚麼用蚊 很可憐 不是蚊 其實香港是一半 其實真的 一半是草原 或是自然景色 一半才是我們的石屎 大家仔細看 因為我們集中在那些商場 石屎 很爆發 商場是別人焗 我們去銷售我們遊客的時候 都跟他們說 是的 我們都是一個 購物天堂 購物天堂 美食天堂 我們來吧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未必是最吸引的東西 我又要講一個例子 有些外國的朋友來到香港 我講的是外國朋友 可能是歐美 他們其實不太喜歡走中環 旺角 銅鑼灣 他們不斷都在問 其實香港也很方便 真的 我們引以自豪的地方 就是半個小時之內 我們可以在一個沙灘 草地 山野綠間 跑到石屎森林 在半個小時之內 這才是我覺得 香港最令到最特別的 一個城市的特質 細反而是我們最特別的特質 緊密 多元 多元化 而且你真的方便 所以請不要再跟學生 小朋友說 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 現在我們買東西都不便宜 三十年前就是 三十年前我讀小學社會 就是這樣說的 可能現在也是 現在還是 雖然教科書不斷地改版 但依然那句句子 仍然深深印在大家 糟糕 我們都是很不滿 還有很認真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看看最近有什麼活動 這麼快講完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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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站 還在這裡 我們可以去看看 還有沒有想 是呀 那 Thikis 沒有 其實很搞笑的 就是 很巧合地 我們開了一個草原地圖的時候 其實 剛好就有一個團體 都很喜歡在草地活動 那個團體就叫做 其實是一群大學生 很喜歡看書的大學生 他們就搞了一個這樣的組織 其實就是鼓勵人去交換書來看 他們就會定期有一些聚會 你先在上網登記 然後你去到他們聚會的地點 然後就拿一本你自己的書 然後呢 等下看看有誰人會拿這本書走 另外你也可以拿另一本書 拿回家 即是交換 交換 他們叫做一個 飄書還是飄書 我都不知道他們怎樣讀 可能他們要教我 我喜歡說飄書 因為意思好像是 那本書在那裡飄一下 飄一下 飄完你這裏 飄到我那裏 飄下去 沒有理由飄了 好像飄伴 是飄 飄 飄流過飄 你有沒有玩過 我第一次有去到的 不過他第一次都很慘 他們下大雨 所以他們 就飄了書樓 是 很可惜 你這句 不過 他們剛開始嘗試 有時都會有些落漏 加油 我支持你 但整個合作很好 我希望他們可以 你覺得香港 是否就是少了這些 少了這些 自發性的活動 一來是自發性的活動 二來是 其實不是為錢 整件事真的不是為錢 其實只不過是一堆人喜歡看書 他們想交換不同的書看 整件事都頗環保 你想看一本書不一定要去買 這個都頗喜歡 是 接下來他們好像十 好像這個星期 是嗎 但過了 你節目何時出街 是 一知就有 到時就有 會繼續有 是會繼續有 可以回到剛才的項目 其實這些活動 大家要支持 才會繼續下去 正如草原地圖一樣 沒有人喜歡 沒有人提供意見 就沒有了 大家就走上商場 我也有一個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 我打算去看Pixar展 即是去文化博物館 但是去到的時候 有很多人 太受歡迎了 我們的節目太受歡迎了 有很多人 其實我都走一去 但是有很多學校團 我還未去 對 很多嬰兒還不住 很害怕 即是火鼠還不住 我告訴你 你根本無法去看得很清楚 也好看Pixar展 我最後 反而留得最久的 就是在海報展 題目叫做 當下活在 是否同一個館 在文化博物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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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有些對話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想問她的活在當下的意思是甚麼 當下活在 當下活在是甚麼意思 你去看就知道 果然是好東西 當然 我今集是沒得介紹的 我們就看看下一集 看看我介紹甚麼 看看Thicus 你怎樣 即是怎樣 我下一集會向你問一些 再尖銳的問題 我很害怕 不是那麼輕鬆果冠 那差不多好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OK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可以下載書 嗎 我會確定